大众请合掌 三称本师圣号 三归一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开经济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恭颂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色例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色例子 是诸法空想 不生不灭 不够不进 不真不解 事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掩耳鼻舌身意 无色身相未处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世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境 无苦即灭道 无智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依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爱 无挂爱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依波罗密多故 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波罗密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够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 波罗密多咒 其说咒约 咒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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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吉祥 我们今天的上课主题是接着上个星期 那么就两句话 请大家看着这个黑板的投影一起来念 明心念佛三三昧 生官五韵诸法如 那我们从上个星期到这个星期 我们再讲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前面从杂安经开始 那么一直到了华严经 然后再回到我们大致论 那我们就在谈一个东西就是 十二字图图形 我们从怎么样的角度来观察 来抉择 来结合跟我们菩萨道的修行 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了一种不同的一个认知 就是在大致论的第六十八卷 那么有一品叫摩世品 那我们也解释过 这个摩就是障碍的意思 那么在摩世品里面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种争论 就是说 在十二字图图形里面 有的引导的善知识 他非常重视十二字图图形 他赞叹十二字图图形 他认为修持十二字图图形是必修课 但是也有听课的学乏的这个弟子们 他不喜欢偷偷形 他听到偷偷形 他觉得这个是太多了 那么这个叫两四不合 两心不合 就是师徒之间不协调 师徒之间的这种性向 他的一个修行的一个重心 他的一个对佛教的菩萨道的 这个修行的价值观 跟老师不协调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摩 摩的意思就是障碍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 有时候反过来 就学生很喜欢偷偷形 可是老师觉得 偷偷形点到为止就够了吧 那么因此 又是另外一种师徒之间的不协调 所以大致论发蛮多的偏 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 回到我们大品波罗经 那么对这个两不合合 师徒之间不协调 不平衡 认知有价值观的差异 这一个问题是放大了直接了当在谈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是 我们不是要强调两不合合 我们要强调的是 两不合合怎么样才能够去克服这个困难呢 怎么样能够化解这个困难 甚至于我们说化煞为全 也就是说把这样的一个不协调 不合合 让它变成一种相互的一种脑力激荡 然后相互的一种从不同的角度 那么来激活我们的思维 来激活我们的修行的动能 那么因此我们从大品波罗经 从大致论的第六十八卷里面 甚至我们到了后面 还到了第八十七卷的时候 我们还看到了那个 一心一念具足万行品里面 那么提出很多正面的看法 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 为什么要强调民心念佛 龙树菩萨说呢 要化解这个两不合合的 这样的一种窘境 这样的一种障碍 那么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依止仰仗佛的加持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明心 就是明我们当下这一念心 那么回到我们当下这一念的清净心 然后修持念佛上面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全球的 这个佛陀节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特别强调 大致论第四卷 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佛祭 就是释迦牟尼菩萨 过去生在修行的时候 遇到佛沙佛 然后七日七夜就唱一首战佛祭 那么这个七日七夜修持一个战佛祭 这个是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释迦牟尼菩萨 因为专修七日七夜的念佛上面 然后把他整个三大阿僧齐节的修行 缩短到九节 这个就是提醒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念佛上面的修持的重要 也就是说要一直念佛上面 那么来加强你的这种修行的功力 来缩短你修行的可能的障碍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在大致论第六十八卷 提醒我们的事情就是要仰仗福利 要对三宝有绝对的信心 所以为什么要强调念明心念佛 那为什么要强调三三昧呢 三三昧这个是大致论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课 那么我们还没有谈到那一部分 因为三三昧是从杂安经开始的 谈到有空三昧 有无相三昧 有无作三昧 或者有时候到了玄壮大师的时候 把无作三昧翻译成无怨三昧 简单的时候这个三三昧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与空相应三昧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无相三昧 就是你的这个修持的这个三昧 不作一切相 然后第三个无作三昧 就是不作义三昧 不作义三昧 那么这个三三昧呢 你入门的修持叫三三昧 就是三种三昧 这个古地成绩的时候 三三昧就是三解脱门 也就是在原始佛教的这个修持里面 那么这个三三昧的修持是非常基本的 而且它有一定的这个功课在哪里 请你把三昧两个字再加上去 空三昧 无相三昧 无作三昧 那么我们会有一堂课呢 那么专门来跟同学来讨论这个三三昧 所以我们在这里是把这个整个大致都能做一个统和性的这样一个诠释 那么因此认为要降伏两不合合 要降伏整个菩萨道修行上的种种磨难 种种的这个障碍 要一直念佛三昧 要一直三三昧 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的第一部分 那么三昧这个字 三昧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内涵就是定会等词 就是你的禅定跟你的这个会就是观照力 两边是平衡的 是复补的 是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的 我们因为修行这个路上比较容易出现像有时候会多定少 有时候定都会少 那会多定少就是你的抉择力很强 但是你的定力不够 那定都会少呢就是昏昧 就是你那个抉择力不够 你可能沉溺在那一个定的境界 但是呢你的抉择判断力是不足的 所以三昧是定会等词的意思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再回到我们今天上课主题 所以我们今天上课的这个主题 第一部分是明心念佛三三昧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大家念下这四个字 明心念佛 明心念佛 这四个字是谁写的呢 这四个字是上一任的泰国的身皇 他写亲笔写的字 那我们在禅宗里面强调 修行的大的方向叫明心见性 那在汉传佛教里面是禅尽兼修的 禅与净土要一起来复补的 那么在禅尽双丘里面 一个是明心见性 一个就是成就念佛三昧 所以这个泰国的身皇很了不起 他也有华人的血统 那么他就用明心念佛四个字 把它放在一起 而且这是他亲笔写的 那么我记得他的这个徒弟 最重要的这个徒弟 现在是世界佛教大学的校长 就是Dr. Arniel 阿尼尔博士 那么他亲口告诉我 说呢 因为这个泰国这位上一阵的这个身皇 那么他有华人的血统 所以他曾经很用心地去学中文字怎么写 所以我们看这四个字写的也是蛮有功力的 这值得我们欢喜赞叹 好 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借这四个字 明心念佛三三美书 我们今天主题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身观五蕴诸法如 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大品部落经 在大制度论六十八卷里面 特别重视的 要身观五蕴 那么刚好我们前世的 我们在这个引述 南方金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时候 特别提出一个观念 叫做五蕴三头好修行 那么为什么我当初要定这么一个题目呢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 我们一般人认为五蕴是业障 然后在这个人生的这八个苦里面 第八个苦叫做五蕴赤胜苦 所以一般我们对五蕴的看法是负面的 五蕴是障碍 是我们的业障的这个积累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忽略了 身观五蕴 包括我们现在每一次会练诵波罗心经 诸位记得波罗心经第一句话是什么 观自在菩萨 行身 波罗波罗蜜多时 造见五蕴皆空 请注意喔 造见五蕴皆空不是造进五蕴都没有 是造进五蕴是缘起无自信 缘起是有 缘起无自信 无自信就是空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这条路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你要先造见五蕴皆有 然后从造见五蕴皆有里面 去深入五蕴的这个内涵 然后慢慢慢慢通透到 原来五蕴是无自信的 那么五蕴是以空相应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强调 身观五蕴 那身观五蕴之后 就还原一些法的本来美母 所以这个是大致论第32卷的主题 叫做诸法儒 也就是前面我们特别借重这个香港的 以前在香港之前 新雅书院 那么后来这个之前这个是 那个唐君玉先生 我们特别有一篇论文 特别介绍唐先的这个思想 那么谈到唐先的极空极儒的思想 而这一点是用来诠释龙树 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一个面向 所以我们今天的上课的主题 就这两句话 大家再跟着念一遍好不好 明心念佛三三灭 身观五蕴诸法儒 那么这两句话其实就是我们 破除一切菩萨大上修行的魔障 修行的这个两不合合的这个困难 最关键的两句话 所以我们今天是接着上个星期 在上个星期我们提到了 就是在大致论第68卷有提到 两不合合里面对脱脱行的这个认知 师徒之间的想法刚好相反 所以我们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此我们从这里再引申到 就是今天再回到摩世评里面 把里面几个很关键的地方 特别再跟同学们来做一个论述 从摩有四种这地方 请王师兄来念一下 如是诸男是佛总名为摩 摩有四种 烦恼摩五种摩死摩天子摩 烦恼摩者所谓百八烦恼等 分别八万四千株烦恼 五种摩者 四烦恼叶 合合因缘 得四生 四大吉 四大照色眼根等色 四名色重 百八烦恼等 诸受合合 名为受重 小大无量 无所有想 分别合合 名为想重 因好丑心 发能起贪欲 惩惠等心 相应不相应法 名为行重 六情 六情六成 合合 故生六四 四 六四分别 合合 无量无边心 四明四重 死摩者 无偿 无偿因缘故 破相续 五正寿命 静离三法 四段寿故 名为死摩 天子摩者 欲借主 身着世间乐 用有所得故 身邪见 征集一切 贤盛 涅槃道法 四明天子摩 摩 秦颜 能夺命者 为死摩 时能夺命 予者 亦能作 夺命 因缘 亦夺 智慧命 事故 名 杀者 好 洪君请你回到这一段 四种谋的这个开始的地方 我们 过去讲过这个四种谋 那是略讲 我们今天借这个机缘 跟同学们来稍微 仔细一点的放大来说明 好 那么 第一个 我们要面对的这个摩 凡老我们说过 它的 巴历文跟泛文的拼音 叫做Kilesa Kilesa 这个Kilesa 这个东西 我也常常讲 后来到了玄壮大师的时候 那么 他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 诠释 那么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补充 先来讲就是说 这个龙寿佛在这里解释 烦恼某者 所谓百八烦恼 就是说如果详细的讲 一百零八种的烦恼 那么学这个 法相为师的都知道 白法明门录里面 就 首先讲我们经 我们有哪些烦恼 所以 我们如果详细讲我们一百零八种烦恼 那么甚至于分别呢 要细讲的话呢 八万四千 珠烦恼 就是说我们有无量无量的 因为这些 这些 魔呢 可能会包括我们各种的这种情绪上的障碍 可以包括我们各种各种的起心动念 所以这个烦恼某这个范畴呢 是最 包含最大的 好 这是第一个 是所谓的这个烦恼某 好 回到第二个 五重某 请那个王师兄念一下 好 这里是 五重分开来解释 五重就是五蕴 五重就是五蕴 在吉尔摩洛斯大师的时候 也就是五蕴这个词 在我们汉地最早的翻译 都翻译到五重 那么重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群 一个集合 五蕴就是我们的生命 是五个集合 五个群组织起来的 那么第一个群叫什么 摄韵或者叫摄重 所以我们在中文里面有一个 最常见的佛学名词之一叫众生 对不对 众生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多生命的意思 这个众在里不是很多的意思 这个五蕴最早把它翻成五重 然后五蕴或者五重合合所生的 这个叫做众生 就是五重的结合而生起的生命 这叫众生 所以这个众生这个词后来到了玄重大师 他没有把它翻 有的时候大部分不翻众生 他叫运相续 洪峻请你打一下 运相续 五蕴的运 相续 对 请你马可把他放大一下 运相续这三个字就是众生 这个名词到了玄重大师的翻译 叫做运相续 就是说五蕴和合相续的 那一个生命体 所以叫运相续 那我们最原始的翻译就叫众生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万文生意 就是说众生就是很多生命的意思 众生是讲五蕴和合相续所生 所以因此我们再回到 刚才讲到那个本文 大致的本文 对对对 回到这个地方 那么第一个我们谈到色蕴 所以他这里叫翻译色众 洪峻把色众两个字mark一下 色众 受众 第二个是五蕴里面的第二个蕴是受蕴 那我们已经习惯受蕴了 在这里玄默的大师翻译就叫受众 然后再来第三个 想重 市民想重 然后第四个 然后第四个 市民行重 然后第五个 市重 这个就是五蕴或者据莫多大师的翻译叫五重 我们再回到第二个 第一个色重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色蕴 色就是看得见的 有形象的 有形可见的 看得见的 那么这个色蕴所指的范围 基本上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 看得见包括什么 用显微镜看到也是属于看得见的 那么这个是属于色蕴的范围 可是当然龙树菩萨在后期的著作里面 尤其在中文里面 他对色蕴他给了一个定义 就是什么 执爱 执是品质的执 然后挂爱的爱 第一个执 这质 这质 它有一种 性质 就是物质这些东西 它有它的一个一定的性质 就像说我们现在说来化学的角度 我们说化学那边有一百多种的元素 那这每一种元素 就会有它的不同的波长等等 那么这是质 爱是什么意思呢 具有空间的排他性 就是它占据一定的空间 然后它有排他性 那当然如果我们从现代的一种 能量啊这个物理学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有些东西空间是可以重叠的 可以并存的 所以这个是详细的讲这个学问是很大的 就是色蕴是很复杂的 然后这个色蕴里面 基本上它有四大基本范畴 要再讲五种也可以的 这个我们回头再细说 这个四种的范畴是什么呢 物质的四个 第一个地 那么我们要晓得 所有来自印度的这些佛学上的名词 专有名词 它都用人类的感官经验做基础去命名的 所以第一个为什么要讲到地 地大 因为地有坚固性 就是你碰它它有坚固的 那么所以地坚性 然后第二个范畴叫水 水怎么样呢 湿性 就是它有水气有湿气 第三个呢火 火什么 灶性 它有热度的有温度的 风呢有流动性 所以叫地水佛风 叫四大种 那么大种是什么意思 就是物质的基本元素叫大种 所以我们常常讲四大皆空 那个四大就是讲四大种 就是讲地水佛风 就是物质的 地球上我们接触到的物质的 四个基本的范畴 为什么会讲五大种呢 因为地水佛风之后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空 就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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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我现在跟邱北师兄 我们有点距离 这个距离就是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的存在也很重要 那么在龙素菩萨的中论里面 其中有一品叫观六种品 中观就是用中道的角度去观察存在的一切 一切法 那么其中有一品叫观六种品 OK 观六种品就是讲什么 观六大种 除了地水佛风 还有一个东西 是我们的意思的是 叫地水佛风空是 洪君你在那个上面直接打一个是就好了 请大家跟我练一次 地水佛风空是 所以你会发现前四个是比较具体的 容易经验的 空就是空间 没有空间就不可能有运动 所以我们怎么看到空间 我们从运动的现象看到 原来那有个空间那里 就好像我现在丢一个球给邱北师兄的话 那么这个球的运动就让我们知道 原来这里有一个空间在那里 如果丢出来然后蹦 它弹回来表现什么 这空间是被阻隔的 那么最要紧的 我们存在的这个生命的环境里面 还有第六个东西就是精神性的 所以叫做是 地水佛风空是 然后这个是的幻头就又更复杂了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思维心念等等 那就非常非常的多元 待会我们再回答大致论 刚才前面的那一段话 OK 所以你看 请王春秋再念一下这一句话 第一段话 四大吉 四大吉 四大造色眼根等色 四明色重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从人的 作为一个生命的一个 可经验的一个主体来讲 那我们这个可经验的生命主体呢 人来讲有六个最具体的东西 叫做什么 眼耳鼻舌身意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请注意 四大是指地水佛风 四大所造色 就是用以这个四大作为一个元素 然后来造就什么 生命的一个主体性 那么这个生命主体是什么 就包括眼等 所谓眼什么 眼睛之外还有耳鼻舌 眼耳鼻舌身 我们的身体还有义 就是我们的一个念头的活动 我们今天是在等于在讲一个基础的佛学 但是我觉得温习一下对大家会有帮助 因为厘清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性的概念 所以这个叫什么 四大种手造色 就是处于色法所谓物质里面的一个最基础的部分 四大种手造色 那么手造色 我们的意识跟四大种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四大种提供一个基本元素 然后它产生了一个精神的一个作用 精神的判断的功能 人类情绪等等 那么这个是属于四大种手造色里面延伸出来的 这个叫色重 然后在色运里面 我们常说的是色运 这里是配合焦木洛大师的这个翻译 这里把它叫色重 请注意 在我们所有的物质的范畴里面 就是色运里面最微妙一个东西 这是在佛教里面发现的 叫做五表色 冯先生你可以回到那个 你把他打出来吗 五表色 什么叫做五表色呢 它是一种物质 但invisible 看不见 看不见的一种物质 这个看不见物质是什么呢 最明显的 最明显是什么 就是受戒的人 持戒很亲近的人 他的体质会改变 而那个体质的改变所产生的一种 身体的一个能量 叫做五表色 就叫做五表色 这是很微妙的 他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体质 那么这种五表色 虽然他的定义是五表 就是看不见的 他没有一个表现在外的一种可看见的 但是我们就问一个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大修行人 它火化以后 会有种种的色粒子 而且我亲眼看到的 这个人 大修行人火化以后 出现的色粒子 有超过七种颜色 而且你知道经过了几乎是一千度的高温 也有人说 这个学佛的人很多都吃素的 所以呢 那么吃素的人都吃很多豆腐 所以那个所谓色粒子是 是因为他吃素吃很多 然后豆腐里面还有一头钙子 所以是钙子经过高温之后 它变成一种钙化的东西 但是我们有一个研究色粒子的朋友 他就说了 豆腐经过一千度的高温怎么能存在 没有了完全不见了 但是舍利子又叫做坚固子 它经过一千度的高温 而且要连续四天以上的火化 四天 甚至有时候伤到你整个舍利 就是火化厂的那个土皮厂的那个地方 它的那些铁都会溶结 那么我想我们会找一个时间 跟同学们特别要跟大家介绍 当代有一个了不起的 一个敬会老和尚 那老人家活化以后 那个舍利子 公布的已经公布的数字超过八千颗 但是因为我们有机缘 刚好有那个机缘 就是老人家这个往生以后 那我们参加那个舍利子的一个 当时在这个清典 而且就是刚好Grace参加这个清典 他负责做记录 应该上万科 那有的舍利子呢 还在那个 比如说那个 手啊脚啊都有那个颈骨 还负责在颈骨上 那为了恭敬起见 不要去碰撞他 还看得见 一小颗一小颗 这个我想 我们会做一个另外一个专题 跟大家谈 这个修行人的舍利子 修行人的舍利子 那有些是 敬会老和尚这个呢 甚至我们是亲眼看 而且这个很感恩 就是老和尚的这个弟子 还亲自送了三颗 送到我台北的家里 我们供在家里 三个颜色 三个颜色 这也是我们跟老人家的一个因缘 所以我这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所说物质即归物质 你说物质就是那么一些 一百多种的化学元素 可是你看一个修行人 他一辈子的修行 然后他可以留下来这个舍利子 各种的颜色 这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在这里 我就不细讲 但是我们会有一堂课 来特别谈谈这个敬会老和尚 所以这个是谈到色众的部分 就是说色众有一个东西叫做五表色 这是在佛教里面特殊的一个范畴 那你没有见到你不知道啊 那我家里还有一颗 往亲老而上的舍利子 是我的师父 我第一个过一的师父 可是这个色众怎么来的呢 我们当然不可能去 因为师父那么弟子那么多嘛 我们也不是直接请到的 是我们有一个老和尚的弟子 叫传以法师 那么后来出家 就跟着这个广亲老和尚 可是分舍利子 因为他算是比较是新出家的嘛 他当然轮不到了 可是呢 他就在那个供奉老和尚的那个舍利的 骨舍利 就一个进骨 一片舍什么 老上火化又几个礼拜 从那边又长出小的舍利子 他就分了一颗给我 供在我家里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也晓得 所说色运即非色运 也就是说 我们要小心 我们把这个世界是物化的 固定化的 可是当我们谈到色众的时候 要知道色众有多少不可思议的 这个事情 我相信 我们 课堂里面的同学 或者是远方的同学 看到这些 佛门里面大修行的人 这个舍利子 我想很多同学有这个经验的 所以我们会到后面 我另外有一堂课 再来谈我们跟金贵堂上这个舍利子的这个因缘 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论文上面 讲到第二个运 五运里面第二运 受众 请那个王师兄再来念一下 百八烦恼等 出寿和和 名为寿重 这个寿就是感觉 我们有了这个身体 那么如果 除了人的身体是色法 就是这个物质的元素 很多 很多的存在的这个设法 但是我们自己要谈的是什么 是我们有了身体之后 我们就有感觉 那么这个感觉的范畴 跟一个东西对应的叫做 百八烦恼诸寿 等诸寿 就跟我们一百零八种烦恼 这些 产生的那个感受 那么 就名为寿重 属于感觉的范畴 感觉也是非常唯绪唯妙的 我们常举了一个例子 现在科学 医学方面的这个发达 我们可以 从一个毛细孔里面 看到底下有上千个细胞 一起工作 来 撕撑我们身体的感觉 就一个毛细孔 它底下就有几千个细胞 皮肤呢 这个细胞一起工作 所以我们会产生温度的感觉 重量的感觉 柔软的跟不柔软的感觉 很维系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 大致度能讲到 这种那个禅波罗蜜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非常 令我们警惕的话叫什么 触欲难拔 就通过我们的皮肤 产生了触觉 然后产生了那种 情欲上面的一个执着 很难拔除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一个细胞 都有记忆的能力 所以为什么强调 触欲难拔 何等的维系啊 所以 为什么在密法里面 很多的这个善知识 它提醒我们 我们身体就是一个坛城 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曼陀罗 太维系了 因为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啊 我们在这一次的端午节之后 我们下一堂课啊 准备要跟同学们讲一个主题 红圈你请你打一下 叫做 一念 俱万行品 就我们大士顿的第87卷 一念俱万行品 本来今天预定的上课的主题是这一个 这一瓶 把它打大一点 这个是我们整个 部落的法门里面啊 非常关键的一个表达 一念俱万行 请大家一起念一下 一念俱万行品 我们一个念头啊 可以同时俱足六度万行 种种的整个菩萨道的这个修行 一念俱足 这样何等的警惕啊 我们怎么样把修行 这一生能够要所谓的当生成就 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学到这个关键的药灵 把每一个当下放大到无限大 所以我们就有办法去抓到这个药灵 一念俱足万行 如果一个人懈怠 昏昏恶恶 老是正念提不起来 念头自己做不了主 你不要说一念万行啊 你一念每一个念都是 就是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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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五成 所以修行这条路啊 我们前面讲金金波罗蜜 这就是真正的金金波罗蜜 我们班上我们特别很敬佩的这个同修之一啊 我们明正兄 他就客气的我一讲他就不好意思 我怎么提到明正兄呢 他有一个事情我很佩服 因为我没有做到 没办法做到 他每个星期去登山 去年他跑去爬日本的富士山 爬富士山不是因为它高 是因为它天气变化太大 他们去爬山那天还下雨 刮风 本来这个当地的岛就说 明天爬不成了 最后爬成功了 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 我要强调这个事情是因为 他需要极大的精进力 极大的精进力 所以 一念俱万行 所以我们看回到洪圈 回到那个本文 讲到这个受众 就是我们要重视我们的身体原来是一个曼陀罗 是一个修行的坛诚 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当下的念头 我觉得世界上最可惜的就是人生难得经已得 可是多少人昏昏噩噩噩 而且每天在贪 撑 吃 慢 鱼里面打转 多可惜 你要讲一念能具足万行 一念也可以造无量节的重罪 你一个念头出问题 一个称心自己做不了主 你造多少的罪业 太可惜了 所以在六道的轮回里面 只有在人生就是做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也有成佛的最大的优势 众生都有念 念就是绝 可是在众生当中只有在人间 在天界还不行 天界是享福的地方 人生出生到天界以后 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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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提不起来 所以我们大致论到了往生平的时候 不断不断提醒我们 菩萨在整个轮回过程里面 有个地方绝对要避免要去的 就是天界 你被人生到天界做先很好 那个是一个让你的思维 让你的这个智慧 会顿化 持顿的顿 顿化的地方 那是让我们这个宝剑生锈的地方 所以天界来到人间的 尤其是预见天来到人间的 绝对有一个特质 呆呆的 反应迟钝 所以我们不鼓励往生天界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做很可惜 因为现在在地球上大部分的宗教 对往生天界 出生到天界以后是幸福的事情 我们不反对生天界 我们不反对生天界 但生到天界你要承担一个获果 变呆了嘛 反应不灵敏了嘛 你正念提不上来嘛 可惜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我跟同学们预告 我们后面一堂课 过了这一次的端午节 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谈 大致论第87卷 一念俱万行平 就是要跟大家共勉 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每一个当下 极大化 无限大 你看我这一生亲戚那么多的善事事 所以我敬爱的敬重的善事事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领 他在每一个当下 他可以把那个当下 把那个觉知放到最大 好 再请回到下一个众 第四个 请王师兄 小大无量 无所有想 分别合合 名为想重 OK 我们除了我们的身体的 这种物质的成分的这个系统之外 第二个是我们的感觉系统 我的口头禅之一就是感觉也是觉 我们不要去忽略我们的感觉 一个残休的境界越高的人 他的感觉绝对是越灵敏的 我最喜欢举的例子之一就是 1995年 一行禅师委托我 安排他去中国大陆的一个行程 所以他是先到了台湾 后来到了韩国再到日本 然后呢 我跟师傅约好了 在香港会合 然后再去南京 从南京飞到那个 从香港飞南京 我在香港跟一行禅师见面的时候 他马上跟我分享 说Dr. Yo 我必须跟你分享 今天早上在东京发生的事情 其实是在京都 因为他们一大早 结束了京都的行程 在日本一个很高级的旅馆里面吃饭 用早餐的时候呢 日本人喜欢去摘一些树叶 就是像樱花的叶子啊什么这样 然后去包Sushi 日本的寿司 那一天这个酒店 就是不想去摘了什么叶子 包着寿司 一行禅师拿到这个寿司 拿到嘴里面的时候 他马上感觉这个寿司不对 所以那一天 他们这个团里面有13个人 就师傅待在身边了 师傅就说 这个寿司不要吃 随行有一个 有一个美国的团员 美国人 师傅宣布的时候 他已经吃了一口 又不能把他吐掉啊 就把那个 没有整个吃掉了 把那一口吃下去 后来呢 师傅他们离开了那个酒店 然后到京都的新干县 搭这个新干县的高铁 然后往东京走 那个行程大概是一个多小时了嘛 这个他们下了火车的时候呢 这个东京的那个高铁站 已经电视广播了 说一个多小时之前 在京都家酒店 发生集体食物中毒 就是师傅他们吃完那个酒店 然后那个老美 他只吃了一口嘛 他在高铁上已经肚子痛了 师傅在香港的机场跟我说 他吃到这个寿司的时候 他当下感觉不对 你了解吗 为什么我要强调感觉也是绝 一个真正的禅修者 他的感觉绝对是灵敏的 为什么我们 我花了13年的时间在佛光大学 要开一个禅礼茶道文化的课 我们如正兄姿这个班上 表现最杰出的 我们在茶道的训练上面 就要强调你的感觉的细微的处 因为那个诀跟禅是相通的 整个禅修就要开发你的觉知啊 而且全世界各种的文化体系里面 就只有我们汉地 我们可以种出最特殊的茶 印度有些地方OK 但是印度大部分地方种不出好茶 还有很多国家 所以我左边全是很多的茶区 但是最好的茶一定是在汉地 包括台湾在内 这个我们在台湾呢 那个茶也是不得了的 我们喝茶其实不是喝茶 我们在喝那个山上的土 所以以其讲茶气不是讲土气 比如说阿里山的茶有阿里山的土气 因为阿里山有它的山上的特质 因为一座阿里山有热带 富热带 温带 寒带 一座山 五个地方的几个不同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地理位置的 这个特性都有了嘛 所以我现在举一行禅是这个例子 它是一个几十年的老修行 它拿到这个树系 树系的米没有问题嘛 是那个叶子有问题 师傅一拿到 因为那个感觉就很细微的 师傅马上说 这个寿司不要吃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葫芦吞枣 吃饭不要把它当作一件猜事 说好像我把饭吃完 这是绝对第一个对不起这个食物 对食物缺少恭敬心 感恩心 最严重的是 你把吃饭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大修行 你错过了一个修行 每一个自我提升的机会 所以你吃东西吃福能吞枣 急得要说我吃饱了 这是不对的 吃饭是一种修行 禅修 吃饭是一种自己享受生命的一个 非常好的契机 我相信我们将来 林郑兄你这个修行里面 吃饭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你很讲究早餐嘛 所以在吃饭的过程里面 请记住我的重点是 享受那一顿饭的过程 就是一个最好的禅修的过程 离开我们的生活讲修行 就变成勉强了 表面化了 肤浅化了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 受众 感觉也是需要重视 那么现在呢 从这个受众要进一步 转到了色受想 想韵这部分 想韵这个东西 我常常用法国的印象派 来解释什么叫想韵 想韵就是我们的印象 我们对一个事情的一个初步的印象 所以感觉是很直接的 有了感觉之后 你就会有一个印象 譬如说我们吃水蜜桃 我们吃什么东西 你就有一个印象 这东西是什么味道 那这个想韵你看 印象这个东西可以发展成为一个 欧洲的印象派的一个绘画 那影响多大 我们对欧洲的绘画 我觉得最经典的 不只是说米开兰基罗的 那种很神圣的宗教的绘画 或者是达文西的什么 那个摩娜丽莎的微笑 在法国的罗浮宫 我印象最深的欧洲的绘画 是 那个印象派 莫内特画的荷花 他画的荷花 让我觉得我真的就看到这朵荷花了 因为我印象中的荷花就这个样子 可是他是不是细笔呢 工笔呢 不是 他画家的最大的本色 他画出那个印象 我们对一个人最大的 最大的 记忆就是印象 我总会怀念我妈妈 怀念我的父亲 大部分那个怀念里面 是我的印象 妈妈的慈悲 妈妈这种辛劳 印象 所以印象是我们的 精神世界里面很重要一个构成分 因此 在五蕴里面我认为 响应是很不容易修的 我们说五蕴三头好修行 但是五蕴这个三头里面 响应这一部分学问太大了 太微妙了 所以我们对人都会有一个印象 你要小心 因为将来呢 你能不能解脱 你能不能大这大物 我认为其中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 你有太多不清不楚的印象 你没有把那一部分 你都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清楚的观照 然后你的印象就决定了你的情绪 决定了你的态度 那一部分真的要下大功夫 所以为什么我们把整个佛法的 修行的总关键放在正念分明上 在每一个当下怎么样把那个念 把那个当下的那个觉知 阿那巴那沙体那个沙体 S-A-T-I 把这个当下的那个觉知 六根对六层的那个第一个觉知 你要守住那个 因为那是你这个修行的大测大物的总关键 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在哪里 所以这里面我们刚刚王之中提到的这个想运 你看小大无量 甚至于你将来修到了这个禅天 到了无所有想天 非有想非无想天 到那么高的一个天界 我们要记住 释迦牟尼佛到苦行灵修行之前 已经修到了非有想非无想天 那么高的禅定 也就是我们说欲借天 色借天 无色借天 那个已经到了色借天 无色借天的境界了 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身体里面苦行的时候 为什么每天一粒芝麻或一粒麦子 他可以维持六年的生命 他把吃饭这个东西 这样一粒芝麻这样去当作一天的全部的食物 他是如何放大他的觉知啊 我每次在吃那个芝麻的包子的时候 我说天啊 我这样一颗芝麻包 这一吃就把那个几年的修行 都这样呼伦吞倒的 把他跳过去了 所以修行的重要功夫之一就是 学会放大你的经验 放大你的 重点不是经验 是你的觉知 每一个当下 放大你的觉知 而这个东西 这个功夫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被动的被要求说放大放大 那也暂时的提醒 暂时的放大而已 没有真正的作用的 然后这个响应难修 希望大家放在心上自我警惕 不断的不断的自我提醒 再下一个 应好丑心 发能起贪欲 惩慧等心 相应 不相应法 名为行众 OK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修行上 可以做的具体的功课 就是行运 行就是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作意 我们说无作解脱我们那个作 就是作意的意思 我们看十二支因缘法里面 我们教室有两幅很重要的图 大家面对这个讲台 左边这个是十二支元七法 十二支元七法里面 它的最大的动能是什么 第一个无明 第二个是行 这个行就是行运的全部 无明是什么 我们正念提不起来 所以糊里糊涂的在六道里面 上上下下打混 那这里面最麻烦的是 无明好像是一个 我们讲这种 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古代的成语 非常好 叫做盲人骑虾马 洪君你可以打这句话吗 盲人骑虾马 这个唐朝他们有几个 喜欢了这个作诗的人 碰在一起聊天 说哎 生命中最危险的事情 有一个人就说盲人骑虾马 那够危险了吧 又是盲人骑虾马 本身也眼睛看不清楚啊 后面还有一句话 深夜临深池 这半夜啊 黑漆漆的啊 结果前面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池 池塘 大家念一下 盲人骑虾马 深夜临深池 我们看这十二字元祈法 就要警惕这两句话 无名 无名 然后骑马这个人呢 是谁 是你自己啊 这个无名的主体你自己 可是呢 你要往前走啊 那匹马就是你的行啊 你的行运啊 你有一种动能你要动啊 所以在十二字元祈法里面 这个是很令人警惕的 这个唐朝这个诗人 他们说的这两句话 太令人警惕了 我常常想到这两句话 就觉得啊天啊 这个怎么有这样一个生命的经历 可是大部分人就是这样子啊 从古到今啊 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这个 战争 然后杀害了那么多的这个人 然后牺牲那么多的生命 然后那么多那么多人在受苦 因为什么 因为这是这个整个 轮回它就是一个 无名跟行 加在一起的一个运转的过程 然后在这个无名行的这样一个大的架构里面 好了 你的嗣出来了 你这个累死累结 在那边轮回的那个是 不断的不断的积累你的 贪生吃慢你的那个是 出来了 所以无名 行 然后是 名色六日出售爱去 然后造成一个生老死的一个大轮回 不断不断的重复的轮回 不断不断的重复的轮回 请回到 那个前面的 这个世运 就是行众这个地方 这是行运 所以你看 佛陀在跟我们讲 我们的这样一个五运的时候 同学们 五运三头好修行 但是五运三头也很可能 不小心 如果你不及时用功的话 不及时用功的话 那就是盲人齐瞎马 深夜灵生辞 那个可能还不是灵生辞 是灵地狱 灵贤矮 所以在这个行运当中你看 我们 有一种本事 因为我们好恶的心 请记住 你的好恶心是很关键 喜欢的 不喜欢的 我们如果对这个喜欢不喜欢 太强调 太放大 然后呢 太放任它的话 然后接下来就是 能起 能够发起 什么呢 你的贪 参 痴 然后就发生很多相 这是白法里面讲的 相应刑法跟不相应刑法 跟我们的贪嗔痴相应的 不相应刑法 比如说打瞌睡 那可能就是不相应刑法 因为它不会直接跟你的意志的活动 连结在一起 这个喔 如果同学们有机会 读白法明文论 对你的帮助很大很大 为什么要白法明文论 明白你的生命的解脱之门 就是对人的生命 作为了一个整体的分析 然后分成一百个范畴 然后这一百个范畴 你明白之后 你自己要做出抉择 所以我们讲七觉知里面 那个折法觉知就是 你必须做出抉择 生命的现实是这个样子 生命的这个真实 是这样一个样貌 那你必须做出抉择 你是分分秒秒糊里糊涂 然后不断不断的循环 或者你分分秒秒 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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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珍惜你每一个当下 哇天哪 一念俱足万行 如果我能够好好的用功 我的每一个生命的这个每一个目标 当下的我每一个动能 都能够跟六度万行相应的话 天哪 我一天可以成就多少的这个功德 或者我每天放着自己生气 放着我的好恶 我生活就在好喜欢不喜欢当中 不断的在那边打转 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强调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你每一个当下的起心动念 你要何等何等的去珍惜这个机缘 因为你现在脑筋清楚的时候 你还可以做主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 Be your own master 做你自己的主人 我们看到现在每天都有很多的报道 就说失智的人越来越多了 失能的人 就失去的生活自主功能的人 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念头能够清楚 能够自己能做主 你要如何的珍惜善用 否则我们在多活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也蛮可惜的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增长进步 我们有一个亲戚几年前 在慈悸院 然后呢 就已经诊断肺腺癌 我就到医院跟这个孩子讲话 我说我们生命的价值不在长度 而在我们每一个当下 是不是能够活出它的价值 你是不是了解生命的核心价值 它的意义在哪里 每一分钟都要活出它的意义来 在那个二次大战期间 那个法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思想家 我对不起 我不记得是法国还是德国 叫Frank 他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疗愈方法的一个大师 所以他因为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 你什么都自己做不了主 那是很可怜的 你可能会看着你的家人被送去 送到煤气室里面 有很多电影在描述这些过程 是非常残忍的 但是Frank 因为他在纳粹的集中营待过来 他就发现 你每一个当下 你每一天 你都可以自己创造生命的意义 meaning of life 生命的意义 其实我们对身边的人多一份的关怀 多一份的尊重 多一份的这个良性的互动 多一份的非暴力的沟通 它都非常有意义 我对这个Frank 很有感觉 他都讲的东西 前几天我刚好凑巧看到一部电影 我现在忘了片子的名字 就在讲这个意义治疗学 我在佛光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那个陈教授 陈玉玺教授 他特别跟这个Frank 这个意义治疗学特别相应 有机会我真的想请我们那个陈老师 能不能靠着他跟大家分享 他可以把那个Frank 这个意义治疗学 讲到很深很深很到位的地方 我们今天在这个课上讲大致都呢 基本上我们不是一个封闭式的学习 就是我两个礼拜前跟大家这里讲 我们采取的是旁通的方法 旁通的维度 也就是用易经的旁通的这个维度 来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扩大大致都论的内涵 所以对这个行运 尤其是如果你配合白法明门论 白法的这个范畴 然后去了解什么叫相应行法 什么是不相应行法 那么你的世界观就扩大了 然后再来四孕 六情六成合合 故生六世 四六世分别合合 无量无边心 四明四重 那么这个四孕这个地方 六根对六成它有作用 但你要想得 六根虽然有六根 可是你不一定起作用 譬如说你如果失能 就是这功能发挥不少 所以它有其他六情 就是它有功能 它有作用还在那里 然后它跟六成互动的时候 然后就会产生六世 六根对六 所以我们在读心经的时候 世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言而逼舌生意 无色生相会触发 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再讲我们的 照见五蕴皆空 照见五蕴皆是缘起无自信 这一个修行的过程里面 所以我们常说 步入心经是一个修行地图 我们每一堂课一定要先认心经 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修行的总地图 那我们在这个课堂上 上个星期我们特别也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在灵灸山上面唱诵的心经 在上个星期我们也跟同学们分享了 日本人用汉文去念的剥落心经 全世界所有的日本的这些佛教的这个 有影响力的人 之前我们也跟同学们分享了 我在印度的新德里的佛旦公园 我亲自录下来的一段 梵文版的第一首的心经 是现在在印度 就是念这个用梵文念心经 教授级的一个维迪亚老师 他念了心经 我们后面还要找到一段视频 一个韩国的师父 他念了伯弱心经 那个配合那个沐浴唱的那个心经 真的是我们用梦子的话来说 顽夫脸 诺夫有立志 那个顽固的人听了这个会感动 那个诺诺的人觉得 啊 这就是我生命的道路了 意义就在这里 我就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了 所以我们有一些机缘 包括说 一行常是他的生团怎么念心经 用英文来念 我们要在课堂上跟大家分享 所以心经 剥落心经是整个剥落的法门的 精药 心药 那么这是关于四重的部分 这里面很重要一句话是 合合无量无边心 就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 都是属于四重四蕴的范围 好 请往下 那么这个前面讲的五蕴模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五蕴不协调 五蕴不平衡 我们在五蕴上没有分别做细的功夫 然后这五蕴就不调和 所以因此在我们的八苦当中 其中有一个苦叫五蕴赤胜苦 就是某一个地方你没有照顾好 你没有去保养 那么这五蕴就产生很多不平衡的 因为我们所有问题都来自不平衡 所有问题都来自不平衡 你没有全面的照顾它 然后第三种磨叫死磨 请王师兄念一下 死磨者无常因缘故 破相续五重受命 净离三法 四段受雇 名为死磨 这个是告诉我们 在轮回的过程里面 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 然后 你要经过一个中阴的阶段 再到下一生 对这个中阴的讲法 在我们汉文的文献里面 我们大致都是最早出现这个 中阴的教授的这个经典之一 在西元后第四世纪 就在我们中文里面 已经有有关中阴生的教授 而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没有想到 后来有关中阴的这个教授 竟然是在那个清刚道高尾里面 发挥到非常精致的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已经几次也跟同学预告说 我们希望当中 陈建平上次还传了一个法 叫三生 就法霸化三生的一个破法天式法 我们现在有机会 那么让同学能够 学习到这样一个法门 所以死亡是一个人生的必修课 死亡是人生的必修课 这个功课你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过去在西方 不谈死亡学 一直到一个德国的一个教授 他说死亡是人生最后最重要的一堂功课 把死亡当作是一个功课 所以大概最近二十年来吧 台湾就开始开展了死亡学 开始了临终关怀 所以台湾的马街医院呢 是最早推动这个临终关怀的一个医院 然后后来像我的好朋友 傅伟心教授 他从美国回来 他经历了那个一个死亡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就变成 他把那个死亡这件事情 以前他只是一个学者 他根本不谈这个嘛 他开始很用功的去 深入这个死亡学 然后又结合上 在欧美也有很多 包括疫情残测的弟子 Steve Levin 在那个加州 他也非常深入去谈这个 临终跟这个死亡学 那么我们在课上有几堂课 我也特别介绍他的思想 介绍他的讲的东西 那么现在在台湾接着那个傅伟心教授 就南华大学的慧开法师 他现在是对讲死亡学讲的特别好 然后三年前呢 我们跟陈老师到洛杉矶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体验 就是美国加州政府正式的认可一些社会团体 就是谈临终关怀 然后怎么样预立你的遗嘱 然后怎么样去让你面对死亡这个事情变得很有意义 我们有个朋友跟我们一起 那个时候跟我们一起去洛杉矶 他是跟着我们去的 结果呢 那个问卷里面有一条说 你在死亡之前 你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他给你选择题 他勾了一条 勾哪一条呢 他的遗产怎么分配 老师他不是选择题 他是像扑克牌那样子 对 用扑克牌去选 对 一张一张的牌上面有不同的item 不同的遗产或者是你的子女 我跟你讲 像美国这样一个西方的一个 强调物质化的一个世界里面 他们也开始做这个功课 所以讲死亡学讲的最早最深的 就是佛法 那么我接触到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 就是中阴的教授 我个人 就是我最早看了南华金老师那本书 提到中阴教授 然后后来慢慢 发现佛教授这一方面的知识太丰富了 好 我们再看看下一个 天子摩者 天子摩者欲介主 身着世间乐 用有所得 故身邪见 征集一切贤圣 涅槃道法 是名天子摩 摩勤言能夺命者 唯使摩时能夺命 余者亦能作夺命因缘 亦夺智慧命 是故名杀者 OK 摩这个字 在印度的梵文叫Mara 我们前面讲过Mara Mara就是障碍的意思 那最大的障碍就是夺你的命 那么这里面现在讲到那个第四种摩 什么叫天子摩 就是欲介天 有很多天界已经成神了 他们很有威力 他们有极大的精神力量 所以为什么在像基督宗教的圣经里面提到说 当地上的人 对神 失去了敬畏的心的时候 神 生气了 动怒了 然后告诉诺亚一家的人 说我要下七天七夜的大洪水 要毁掉这些不信我的人 所以诺亚一家人赶快去造个东西叫方舟 把地球上的这个动物一对一对的送到方舟上 他们要找到另外一条生命延续的一个空间 诺亚方舟就这样来的 就是因为你不信神 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 修行的路上我们的修行的功夫越来越好 我们的精神的主宰力越来越强 我们可以造作的这种神通变化越来越大 你要小心 你可能会变成天子魔 然后天子魔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你看 身着世间乐 第一个 他重视他的福报 然后呢 他的最大的心理的弱点是什么 有所得 有所得 这一点我想我们先把结论说出来今天的课 所有的魔障 所有的魔障 是来自我们有所得的心 所以我认为剥落心经里面 这么一个修行的地图里面 观世音菩萨 给我们最重要的一把 解脱的钥匙 就是一句话 以无所得故 以无所得故 跟无所得相反的叫有所得 你以为你做什么有一个目的 我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我可以得到什么 好 请记住 你只要有这个有所得的心 你就开始惨媚 你会讨好别人 你会想怎么样去利用一个人 怎么去拉近关系 怎么样去跟他产生一种这个 未来的一种什么很稳定的关系等等 所有这些有所得的念头 都会扭曲你的生命的完整性 甚至我觉得说 因为我研究佛法 渐渐渐渐渐有些成就 然后老天爷来了 问题来了 你要成为大师 你要成为天子 就是可以主宰世间的人 所以我们一句话说到底 在剥落学 在剥落法门的这个一个修辞上 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 有所得心 有所得见 所以我们大智能就特别 农述福大特别讲那句话 所以当我们讲无所得的时候 不是什么都得不到 是不要以得为得 第一个 你做什么事 你不要存在有所得的一个目标 不要 因为什么 一切都是因缘法 都是缘起法 如是因如是果 我们要帮助人 我们要跟一个人互动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从他来得到什么利益 得到什么好处 不是 所以我们要结一个善缘 结一个善缘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就是跟你结一个善缘 他说Enough 够了 只要我们有这种有所得的心 我们处理人性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人当作工具 你的工具意识就放在你所有人性关系的第一位 我可以利用你做什么 这个念头就起来了 障碍也来了 障碍也来了 所以天子谋的最大问题 这里面最大问题是什么 有所得故生邪见 然后最大问题是哪里 正度一切 贤圣涅槃道法 他不喜欢看到有人成佛 修行上有突破 有提升的 他都不喜欢 为什么 会打击他的那个自信 打击他的自信 所以我们回到今天上课的主题 所以我们今天 只谈了一半 因为呢 明心念佛三三面 这是我们还有深入去谈的 今天大部分在谈什么 身关五蕴 诸法如 就是说我们今天把那个五蕴 就是五重的这个内容 跟大家做比较细部的讨论 而重点在于 你当下一个念头 决定了 你是在五蕴三头好修行呢 或者是五蕴三头好造内 好造业呢 好堕落呢 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我们祝福大家 有一个非常精进喜悦 圆满幸福的端午节 特别是我已经超过三十年了 特别重视端午节中午十二点的五十岁 我特别感谢 我们对这五十岁的重视 前面十五年要特别感恩我们今天 负责主播的这个纯纯居室 因为他住在埔里 每一年从埔里的九九峰 帮我提吉桶的这个五十岁 也那台湾中央山脉的水 后来我到了佛光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北部的雪山山脉 就在我们佛光大学的这个后面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年不是提三四桶 最少最少一年要六十桶的水 那今年因为这个疫病的关系 我们那水不到半年就喝完了 所以呢 很幸运的我们下个星期就可以提这个水 五十水的重要是因为根据很多科学的研究 我们从民间的这种实验里面知道说 端午节中午的十二点的那个前后十五分钟 的那个时候 你如果放鸡蛋放蛋的话它可以站起来 如果你放针的话针可以站起来不倒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南北半球磁场成了一条直线 这是一年之中就只有那个时辰 地球的纯阳的磁场的能量最强 今年有疫病了 我特别郑重的建议大家 不管是我们今天在课堂上课同学 或者我们在远方 我们这个课前两天还接到我们上海的同学 传来一些资料 我们听这个课人在大陆超过三十个大的城市 还有很多省份 我希望大家重视今年的五十水 因为这是抗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最要紧的一定要是天然的泉水 然后在那一个经过那个时辰之后 这个水有很大的能量 那么祝福大家拿到很好的五十水 然后能够今年健健康康 然后大家一起为全人类的幸福 全人类幸福的蓝图在这里 这个是联合国公布的 2025年希望全球达到了那个十七个幸福的指标 所以我们这克拉上在这个三个主要的这个佛 释迦牟尼佛 药师佛 还有我们的阿弥陀佛 这个佛的一个加持下 然后我们希望一方面我们对这十二支轮回里面 我们对比就是轮回的十二个这个图里面 那么找到自己生命的一个正确的出路 然后向着全人类的一个幸福的十七项指标 大家一起的共同来发行 那么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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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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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请何时 让我们明心 恭念回向祭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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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Уra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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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